金正恩同特朗普28号再次会晤并举行会谈的消息 其中在单独会谈和大范围会谈中 朝美领导人就改善朝美关系新时代方面的实践性问题 交换意见 会谈中一致认为双方未缓解朝鲜半岛紧急状态 推动和平和实现完全无合化所作的努力和主动措施 对增进相互信任 从根本上改变朝美两国数十年的不信任和敌对关系 最有重大意义 金正恩和特朗普表示 开辟朝美关系新历史的真诚中 难免遇到困难和曲折 但只要互相携手 发挥智慧和忍耐 相信能够划时代的发展朝美关系